大家好,我是平哥哥,欢迎你来到这个专辑《怕就会输一辈子》。 这个书名可能会让很多人心里咯噔一下,谁的心里还没得一点害怕呢?难道我们就一定要无所畏惧吗? 后来我发现,这个书名的意思呢其实是鼓励我们要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只有行动才能让我们实现自身价值,获得成功。 你是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呢?你是不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呢? 我觉得我一直都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和目标。 在大学我读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不久很巧合地进入了北京的一家广播电台做技术,平时工作经常要跟直播区上直播的主持人打交道。 我当时觉得电台主播这样的工作也挺有趣的啊,至少比技术工作有趣多了。 我为什么不能去成为一个电台主播呢?那是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想法。 后来回到老家的电台工作,也是机缘巧合地从技术岗位转到了播音主持岗位。 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的很多想法在偷偷地默默地改变,甚至支配着我们的人生轨迹。 即便你没有太注意到它,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直播的场景,坐在主播台前紧张地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推起那个调音台推子的手抖得老高了,张口说话都在颤抖,连一首歌曲的歌名都说错了。 每个人都要经历很多的人生第一次,那些当时感觉自己迈不过去的坎儿,后来都成了我们爬得更高的阶梯。 人生道路上有很多经济和坎坷,不管最终成功与否,我们都要去经历很多苦难,当然也能收获很多幸福,只是不同的时期,苦难和幸福的比例不一样。 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与其胆气和消沉,不如勇敢地去攀登,而勇气就是我们要闯过的第一个关卡,怕就会输一辈子,只有勇敢才能迈出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这就是这本书名字的含义。 当然,这并不是这本书的全部。 这本书的前面部分主要是讲我们如何从观念、想法、胆量、目标等方面去改变自己。 之后会讲到很多为人处事之道、人际交往、自我修养提高等方面的内容。 其实,提升自己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改变也并不能一蹴而就。 这本书也许无法让你按图所记地去收获成功的果实,但它可以打开我们去展望人生的视野。 看得更远,才会期望更多,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更有动力去追求和实现我们的目标。 如果你有时间,就来听听平哥哥的这个专习吧,一定会有不少的收获。 通过这本书,让平哥哥帮你来长长知识,也请大家来帮助平哥哥长长粉丝。 如果你觉得这本书还不错,请记得一定要分享。 这本书的前言首先从一个关于一只胆小的老鼠的预言故事讲起。 一只老鼠总是愁眉苦脸,因为它非常怕猫。 上帝同情它的遭遇,便把它变成一只猫。 老鼠变成猫后又害怕狗,上帝就把它变成狗。 但它又开始怕老虎,上帝就让它做老虎,它又担心会遇上猎人。 最后,上帝只好把它又变回老鼠。 上帝说,不论我怎么做都帮不了你,因为你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拥有的只是老鼠胆,所以你只能做老鼠。 人这辈子都是这样,重复很容易,改变很难。 人生的变化需要抗争,想要去改变,你必须要付出。 人总是希望改变一些不顺畅的环境,其实需要改变的往往不是外在的环境和条件,而是我们内在的勇气。 有智慧与勇气,才能坚定地面对一切挑战。 借口太多的人,成功总是与他无缘,最后注定就剩下叹息,后悔终老。 如果你想让人生更加充满意义,更加精彩,放手去做吧,忘掉过去,忘掉失败,走向自己的人生擂台。 做任何事情,怕,就会输一辈子。 本书的作者是被誉为美国成功学之父的奥里森·马登博士。 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 他三岁丧母,七岁丧父,寄人篱下。 为改变不堪的境况,他曾经患过很多雇主,但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 十四岁那年,不该忍受压迫的马登从雇主家出逃,几经辗转,在一家剧幕厂找到了工作。 之后他开始利用一切机会读书。 《自己拯救自己》是这个时期对马登影响最深远的书。 为他以后从事成功学系列书籍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这本书点燃了马登的梦想,他开始相信只要付出努力,穷人家的孩子同样可以成功。 二十三岁,马登正式步入大学校门,接受正规教育。 他利用九年的时间,拿到了波士顿大学学士学位,波士顿大学硕士学位,哈佛医学院博士学位,以及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学士学位。 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令马登受益匪浅,也为他以后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十岁时,马登的事业蒸蒸日上,他经营的几家旅店生意越做越好。 人们都相信幸运的马登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然而,天有不色风云,在一场大火中,他最重要的几家旅店化为灰烬。 连他花费大量心思写的上千页手稿,也在这场大火中被烧毁。 沉重的债务压在了马登的身上,但他并未就此一蹶不振。 他怀揣梦想,来到波士顿,开始从事成功学方面的写作。 人生的起起伏伏,已使他深刻了解了成功的奥秘。 本书是《马登成功学》系列作品中最重要的一本。 在本书中,马登用他的个人经历以及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 告诉所有正在拼搏的年轻人, 只有不屈服于命运,敢于拼搏,才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以上就是本书的序言部分内容。 感谢你点开这个专辑,我是平哥哥。 接下来就将进入本书的正文部分, 让我们共同开启一段全新的自我成长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奥里森·马登,翻译苏倩,由平哥为您播讲。 第九集,贫困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总是想着自己会穷一辈子。 贫穷是穷人最大的资本, 因为潜能就像牙膏一样, 只有在经受挤压之后才会迸发出来。 由此,在面临巨大的人生困境和压力时, 我们不要不堪重负地倒下, 而要积极地激励自己, 这样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 美国的许多伟人都诞生于简陋的茅草屋中, 比如格兰特、格里利、洛克菲勒、 爱迪生、比特、威斯丁豪斯。 这些人大都出生在贫苦的农村, 但他们在艰苦的环境里奠定了智慧、 体力和品格的基础, 后来都成了成功的人。 所以即使处于贫困, 我们也不能对以后的生活和前途失去西方。 社会上有无数伟大的事业正等着我们去创造。 我们现在只需要努力锻炼自己的头脑和手脚, 积累自己的内在资本, 一旦有机会走入新的环境, 就可以大显身手了。 一个青年跟随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学画画, 十分刻苦。 有人问这位艺术家, 你的学生是否有一天也能像你一样伟大呢? 艺术家坚决地说, 绝不可能, 因为他每年还有600英镑的收入。 这位艺术家十分清楚, 人的本领都是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拼搏出来的。 富裕优先的环境很难产生有作为之人。 贫困是一种激励, 能使人为了摆脱艰难的境地而更加努力地奋斗。 如果所有人一出生就不用为了生存而奋斗, 那么人类文明也就不会存在了。 钢铁大王卡内基说, 不要以为富家子弟的命运很好, 他们大多是顽固子弟, 最后都成了财富的奴隶, 他们不能抵制任何诱惑, 所以陷入了堕落的境地。 要知道, 一个关于享受的孩子绝不是出身贫贱的孩子的对手。 一些生活贫困的孩子, 他们连进学校读书的机会都没有。 但能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 还有一些从普通学校毕业进入企业界的穷孩子们, 刚一开始也干着平凡的工作, 但他们到后来也能拥有巨大的荣誉和财富。 贫穷有时候并不可悲, 为了摆脱贫困, 人们会更加努力地奋斗。 这是摆脱贫困的唯一方法, 也是造就人才的一条坦途。 贫穷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一个人总是想着自己会穷一辈子。 就好像一个被困难重重包围的人一样, 假如他只是想着自己走不出困境, 那么他就真的永远只能沉沦下去。 假如一个人觉得他有能力而且付诸了行动, 那么他一定能够成功。 未来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 其实都取决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对未来充满希望。 一个整天沉浸在悲观情绪中的人, 是无法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的。 虽然梦想的实现要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 但并不意味着贫穷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历史上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 音乐天才很可能出自一个根本买不起钢琴的贫寒人家。 书法大家的起点也许是用一根根小树枝来描画。 所以,一个从贫民窟里走出来的孩子, 也能让自己的梦想之花盛开。 潜在的智慧在抵抗困难中获得, 伟大的精神在同困难的搏斗中产生。 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 锻炼不出真正的本领。 一个生长在优越环境中的青年, 从小就被溺爱, 常依赖父母而不用付诸劳动。 这样的人很难激发出自身的潜能, 也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就。 而一个出身贫寒的人则会实时为摆脱贫困而拼搏。 在此过程中, 其内在的潜力也会被逐渐挖掘出来。 出身贫困并不可怕, 只要对困境不抱怨不低头, 勤奋自强, 我们就能获得成功。 生命的贫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身处贫困之中, 若能不被贫困所累, 奋发向上, 积极奋斗, 照样可以有付诸的人生。 如果自甘堕落, 那么即使生在富裕之家, 也可能在以后坠入贫困之中。 能不能突破贫困的瓶颈? 关键要看我们自己。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一定要分享。 下一集我们将会说说, 与其在等待中枯萎, 不如在行动中绽放。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倩, 由评歌为您播讲。 第十集, 与其在等待中枯萎, 不如在行动中绽放。 什么都阻挡不了我, 天空才是我的极限。 不要让生活的安逸吞噬自己的进取心, 要时刻提醒自己, 生活还在继续, 要一直向前走, 而不该原地踏步, 数着自己的脚印过火。 想让自己迅速地成长, 应该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拼搏。 我可以贫困, 但不可以卑贱, 我可以矮小, 但不可以卑微。 古往今来, 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者, 大都是顽强拼搏, 勇于进取的人。 他们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力量, 和打不垮的意志, 执着于理想与追求。 而有的人面对挫折, 不是悲观失望, 就是怨天尤人, 从不想着如何改变命运, 转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让双眼睁开, 你就会发现到处都充斥着机会。 让心灵敞开, 你的才华和能力, 就不会找不到失散的地方。 生活中, 一些极富潜力的人满怀希望地出发, 却在半路停下来, 满足于现有的温饱和生存状态, 然后庸庸碌碌地度过余生。 对于一个安于现状的人来说, 他没有任何更好的想法, 更美的愿望。 他不知道是不满足造就了生活中的精英。 不满足现状是强烈的进取心, 是巨大的驱动力, 是敢想敢做。 敢于追求他人不敢追求的梦想, 机遇才会张开双臂, 拥抱我们。 进取思想从不允许我们休息, 它总是激励我们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人的成长是无限的, 所以我们的进取思维和愿望也是无法满足的。 我们目前所达到的高度, 虽然足以令人羡慕, 但是, 今日所处的位置和昨日所处的位置, 都无法让我们完全满足。 更高的理想和目标, 在不断向我们召唤。 进取心是一颗生命力顽强的种子, 我们如果用汗水来浇灌它, 用努力来培育它, 它就会开出鲜花。 没有进取心的心灵, 就像一片污浊的泥塘, 野草、 毒虫, 在里面自已生长, 慢慢地就会让人失去身上所有闪亮的东西。 天才是用2%的灵感和98%的汗水造就的, 天才往往产生于有超乎常人的精力与工作能力的人群里, 人的天赋就像火花, 它可以熄灭, 也可以燃烧起来, 而让它燃烧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勤奋。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经说过, 有时候人们觉得成功是因为天赋, 其实, 真正创造成功的不是天分, 而是勤奋。 压力带给我们的感觉不仅仅是痛苦和沉重, 也能激发我们的进取心和内在的激情, 使钱能得到开发。 正是激励的竞争机制, 才有了飞速发展的企业和层出不穷的人才。 你的上司可以控制你的工资, 可是他却无法遮住你的眼睛, 捂上你的耳朵, 阻止你去思考, 去学习。 换句话说, 他无法阻止你为将来做努力, 也无法剥夺你因此而得到的回报。 许多员工总是在为自己的懒惰和无知寻找理由, 有的说上司对他们的能力和成果视而不见, 有的说上司太吝啬, 付出再多也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一个人如果总是为自己到底能拿到多少工资而大伤脑筋, 他又怎么能看到工资背后的成长机会呢? 成功与不成功之间的差别, 旨在于一些小小的动作, 每天花十分钟阅读, 多打一个电话, 多努力一点, 多一个微笑, 演出时多费一点心思, 多做一些研究, 或在实验室中多实验一次。 成功与不成功之间的距离, 并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 是一道巨大的鸿沟。 每天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时时刻刻保持进取心, 机会女神, 自然会青睐你。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一定要分享。 下一集我们将会进入本书的第三部分。 告别恐惧, 不怕万人阻挡, 只怕自己投降。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 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倩, 由品歌为您播讲。 接下来将进入本书的第三部分, 告别恐惧, 不怕万人阻挡, 只怕自己投降。 第十一集, 不要在乎别人认为我们该做什么, 而要在乎我们认为自己该做什么。 不够坚定的人, 犹如搁浅的船只, 无法在生命长河中徜徉, 因为他们总是将自己陷入某个漩涡, 然后随波逐流。 他们从未想过自己的航行, 也未想过挣脱漩涡, 按照自己既定的计划继续前行。 他们很容易被现实中的各种诱惑所吸引, 在公众压力和舆论的支配下, 行驶在别人的航道中。 他们没有能力说是, 更没有勇气说不。 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出演落幕后, 拿博里国王费南迪德四世坦率地发表了感想, 莫扎特, 你这个作品太吵了, 音符用得太多了。 但莫扎特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每一个人, 无论是泛夫走卒还是英雄人物, 总有遭人批评的时刻。 事实上, 越成功的人受到的批评往往越多, 只有那些什么都不错的人, 才能避免别人的批评。 确定你是对的, 然后勇往直前。 真正的自信就是秉持四级的信念, 不管别人怎么说。 玛丽亚有天在她房前的空地上练习唱歌, 一位邻居听到了, 冷笑着说, 即使练破了嗓子, 也不会有人为你喝彩, 因为你的声音实在是太难听了。 玛丽亚回答道, 你说的这番话, 其他人也对我说过多次, 但我不在乎, 我是为自己而活, 我只知道唱歌时我很快乐。 我们不需要活在别人的认可里, 快快乐乐地为自己活, 潇潇洒洒地自恋。 哪怕别人把自己当成精神病患者, 我们也要做一个快乐的患者。 凡事都难有统一定论, 谁的意见都可以参考, 但永远不可以代替自己的主见。 不要被他人的论断, 束缚了自己前进的步伐。 欲是没有主见的人, 就像两边倒的墙头草, 没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 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会干什么, 自然与成功无缘。 生活中的很多人, 都被外界的舆论所控制, 或者事情的真相原本并非那样, 可是说的人多了, 他也就认为那就是事实。 有个女孩子, 就是这不幸人群中的一员。 在小的时候, 她就被许多人告知, 她的母亲有牢病, 而且这种病已经遗传给了她, 所以她十分小心自己的身体。 从此, 在女孩的内心里, 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病人。 旁人对女孩灌输的思想, 已经让女孩失去了内心的坚强, 或许原本她能够快乐健康地成长起来, 可是如今, 她却失去了内心的抵抗力。 面对外界事务做出判断时, 人都有从众的心理, 尽管一开始拥有自己的立场, 可一旦周围持反对立场的人多了, 甚至是一边倒的时候, 她就会怀疑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 心里的低暗崩溃了, 转而改变立场。 打破盲从, 坚持自己的立场, 真理才会眷顾你。 不要在乎别人认为我们该做什么, 而要在乎我们认为自己该做什么。 每个人都想感受自我的价值, 这是生命的重心, 但以别人的标准来改变自己是错误的做法, 这并不能帮助我们实现自我的价值。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一定要分享。 下一集我们将会说说, 再牛的梦想, 也挡不住傻瓜似的坚持。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倩, 由评歌为您播讲。 第十二集, 再牛的梦想, 也挡不住傻瓜似的坚持。 拥有非凡意志的人呢, 能够让自己超越犹豫不安, 斩断, 变化不定。 这样的人能够拒绝安逸和无聊, 坦然面对反对和指责。 他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 来自内心的行动力量, 并相信自己的能力, 从未有过半点的怀疑。 德拉蒙德教授曾经在某个展览会上, 看到了一座知名金矿的玻璃模型, 而这座金矿也是有故事的。 相传金矿之前的主人呢, 是另外一个人, 他挖了将近一英里, 都没有发现金子, 他认为这里不会有金子出现了, 因此不想再白费功夫, 于是就将这座金矿, 卖给了另外一个人。 这座金矿从此换了主人, 第二个人仅仅沿着第一个人挖的隧道, 向前多挖了不到一米, 这个金子就出现了。 美好的未来或许离我们只有一米远,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坚持。 成功与失败之间, 有时只相隔不到一米的距离。 这个道理就好像乔夫砍伐大树, 即使砍击次数高达一千次, 但是大树倒下的往往是最后的一击, 关键就看他能否坚持到砍到最后那一斧头。 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 也不管你做的是什么样的事, 只要放弃了, 就没有成功的机会, 坚持不放弃, 就会一直拥有成功的希望。 一个人有了持久心, 就不会因为受到阻挠而沮丧, 只知盯住目标, 勇往直前。 那些欲试迟疑不绝, 优若寡断的人, 很少能够成功问顶。 有持久心的人会获得他人的信任, 会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帮助。 那些做事三心二意, 常常半途而废的人, 在他人眼中是靠不住的, 没有人会相信他们, 更不会轻易失与援手。 假设一位建筑师已经做好了图样, 如果完全按照图样按部就班的动工, 一栋理想中的大楼不久就会成为实物。 倘若这位建筑师一面建造, 一面又把那张图纸东改一下, 西洞一番, 那么这栋大楼就难有建成之日。 坚持不懈的人, 如同冲击磐石的雨滴, 蚕食猛虎的楼椅, 只要持之以恒, 就什么都可以做到。 在伟大的精神和坚毅的品格面前, 权力与金钱都不值一提, 成功人士具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都拥有坚毅的品格。 这些人做事从不会轻言放弃, 哪怕在无比巨大的困难面前, 他们也会想方设法, 越过障碍。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 从不会逃避, 而是以勇敢的精神来面对, 并持久地坚持下去。 再辛苦地工作也很难让他们退去, 因为持之以恒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命中 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力量。 第十三集, 没有雨伞更要奋力奔跑。 一棵树如果要结出果实, 必须先在土壤里扎下根。 同样, 一个人首先需要学会依靠自己, 尊重自己, 不接受他人的施舍, 不等待命运的馈赠, 才可能做出成就。 将希望寄托于他人的帮助, 便会形成惰性, 失去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将希望寄托于某种强大的外力上, 意志力就会被无情地吞噬掉。 与其依赖别人, 不如依靠自己。 别人的帮助好比雨伞, 雨天没有伞不是要原地等待, 而是要奋力地往前跑。 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 要创造人类幸福, 只有依靠人类自己。 自己才是最可靠的, 自己的幸福就把握在自己手中, 要靠自己去创造。 内因才是根本。 在工作中遇到难题的时候, 我们不排除外界的帮助, 但最主要的还是自己。 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自强自力, 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生命应当自主。 一个永远受制于人, 被人或物奴役的人, 品尝不到创造之果的甘甜。 人的发现和创造需要一种坦然的、 平静的、 自由自在的心理状态。 自主是创新的激素、催化剂。 人生的悲哀莫过于别人替自己选择, 使自己成为别人操纵的机器, 从而失去自我。 梦想成真, 话很短, 但路很长。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更多地相信自己。 除了自己, 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是最可靠的。 试图取悦他人的人, 总是容易被误导, 进入自己无法掌控的领域。 因此, 不要试图取悦他人, 不要因此迷失自己所要坚持的人生目标。 只有明白自己想要的, 才能取得成就。 倡导独立性并不是否定生活工作中的合作精神。 相反, 我们应该力争充分利用集体的力量。 只有更好的借鉴他人的经验, 我们才有可能在今后的人生路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需要注意的是, 借鉴他人的经验并不是随大流, 盲目地跟着别人走。 成长锦囊 过度依靠别人就会形成依赖心理, 从而缺少拼搏的勇气。 要克服依赖心理,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就是, 要在生活中树立行动的勇气, 恢复自信心。 第二就是, 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 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 第三就是, 独自或者与不熟悉的人去办一些事, 或者做短期外出旅游。 我们应该学会独立生活, 形成自尊自信的意志品质。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 在感到心理上行为上受到别人左右时, 马上冷静地思考, 自己可不可以独立地去做, 然后争取根据自己的意愿去行事。 第二就是, 没有必要总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 想象会得到他们的帮助与支持。 要记住, 你的想法主要靠自己去实现。 别人看中的只是你的成果, 而不是你的想法。 第三就是, 不要总想别人高不高兴, 满不满意, 除非你是在帮助他人, 服务他人。 要懂得, 你不能支配别人的情感, 也不要让别人的情感支配你。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请一定要分享。 下一集我们将会说说, 经得起多大的诋毁, 就受得住多大的赞美。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茜, 由评歌为您播讲。 第十四集, 经得起多大的诋毁, 就受得住多大的赞美。 别人的批评是十分可贵的, 它可以显示出你正处于什么位置, 但切记在那个位置上停滞不前。 利用别人的批评来看清自己的行为, 看出你究竟是对还是错。 如果你是错的, 便纠正过来。 如果你本来是对的, 就不必因为别人的批评而不安。 当你做了蠢事, 大多数人的态度是愤恨你, 嘲笑你。 但是, 你要明白, 你只是受到了批评而已, 这恰恰证明了你犯了致命的错误。 如果你不改正, 将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不挨骂, 长不大。 如果没有一番内心上的刺激, 我们往往会变得懈怠, 容易随波逐流。 只有经受了心灵上的打击之后, 才会奋起直追, 超越原来的自己。 在被指责或训惠时, 尤其是被自己的上级 或者比自己尊贵的人指责或训惠时, 不仅要认真地听, 更要面带笑容, 以愉悦的口吻回应。 是的, 我已经知道了, 您说得很重肯, 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 如果在这种情况中 表现得非常紧张不安, 就会让对方认为 你心存反抗, 而感到不舒服。 话而言之, 静静地接受指责或聆听训惠, 并保持不失礼的态度 来和对方亲近, 就是在尊重对方 是留给对方良好印象的窍门。 不要对批评你的人恨之入骨, 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 考虑的事情自然有所差异, 但每个角度的出发点 自有它存在的理由, 因此我们应该学会宽容, 把自己当成别人, 站在对方的角度 去感受对方的情感, 把别人当成自己, 感同身受地去体验别人的感受。 把别人当成别人, 我们无法强求别人改变, 只能去理解体会别人。 把自己当成自己, 我们的一切理解和包容 并非为了别人, 而是为了自己。 设身处地地包容别人, 其实也是在包容自己。 各位听众, 本集播剿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请记得一定要分享。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倩 由评歌为您播讲。 第十五集 失去让我们有机会 正视自己的弱点。 失去并不意味着失败, 失去后还可以重新拥有。 每个人都曾经失去过, 但对失去所持的心态 却各有不同。 有的人总是向别人反复表明 他失去的东西 有多好多珍贵, 这是没有必要的。 而另外一些人在失去后 不是一味地伤感, 而是主动寻找新的开始。 这才是成功者 应该具备的心态。 生活中, 如果有一扇门被关上了, 那么必定有另一扇门被打开。 同样, 在人生路上, 失去往往意味着得到, 失去了一种东西 必然会在其他地方 收获另一种东西。 关键是, 我们要有敏锐 而具有前瞻性的心态, 要舍得放弃。 我们要正确地 对待自己的失去, 因为失去 有时是另一种获得。 人生中的一些 极美极珍贵的东西 常常与我们失之交臂, 这是我们总会因为 错过美好 而感到遗憾和痛苦。 其实, 喜欢一样东西 并不一定要得到它。 俗话说, 得不到的东西 永远是最好的。 当我们为一份 美好而心醉时, 远远地欣赏它, 或许是最明智的选择。 错过它, 或许还会给我们 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所以, 失去时 不要过度悲哀。 放弃失去的东西 是为了更好的 调整自我, 以良好的心态 向目标靠近。 追求的太多, 失去的就会更多。 放弃是一种睿智, 是一种豁达。 它不盲目, 不狭隘。 学会放弃, 我们才能有 爽朗坦然的心境, 生活才会 阳光灿烂。 关闭失去的窗 才更容易 打开获得的门。 如果旧衣服 挤满了柜子的空间, 那么想把新衣服 放进去, 就必须拿出 那些旧衣服, 能给新衣服 腾出空间。 这就如同 人的大脑一样, 如果里面存在了 过多灰暗悲伤的事情, 那么, 未来的幸福 美好的事情 就无法放进去。 这样, 人又怎么会快乐呢? 失去 会使人 冷静地反思自责, 正视自己的缺点和弱下, 努力补足, 以求一搏。 失去 会使我们细细品味人生, 反复咀嚼 人生甘甜, 不断完善自己。 失去 不是一朵鲜花, 而是一层荆棘, 虽叫人心悸, 却使人头脑清醒。 面对失去, 我们不能丧志, 而要重新调整 自己的心态和情绪, 校正人生的坐标和航线, 重新寻找和把握机会, 找到自己的位置, 发出自己的光芒。 成长锦囊 失意识不可随便诉说, 这并不是说要将失意识闷在心里, 而是说谈自己的失意识, 必须看时机和说话对象。 第一, 只能对好朋友说, 好朋友知道自己的情形, 自己的坚强, 软弱, 优点, 缺点, 跟这种朋友说, 才能确保安全。 第二就是, 只能在得意时说, 失意的时候谈失意识, 别人会认为我们是弱者。 得意时谈失意识, 别人会认为我们是勇者, 并会由衷地对我们产生敬意。 各位听众, 本集播剿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请记得一定要分享。 下一集我们将会说说, 勇气不是没有恐惧, 而是纵然有恐惧, 还能坚持下去。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倩, 由品歌为您播讲。 第十六集, 勇气不是没有恐惧, 而是纵然有恐惧, 还能坚持下去。 有一个美丽的女人, 依次她去打高尔夫球, 可是球棒不小心击中了她的脸部, 她的牙虫被打坏了, 而且脸上有了一道伤口。 见过医生以后, 她的牙床好了, 不过脸上的伤疤却流了下来。 她害怕别人说她不再美丽, 因此不愿意再与人接触和交往, 久而久之, 就患上了抑郁症。 担忧和惧怕, 让她的精神越来越不好, 最终夺去了她的生命。 人们往往并不为已经到来的 或正在经历的事而惧怕, 而是对结果产生恐慌。 人们害怕无助、排斥、 孤独、伤害和死亡的突然降临, 同时也害怕失官、失职、 失恋、失清和生育的瞬息失落。 恐惧作为生命情感的痛苦体验, 是一种心理折磨。 现实生活中, 每个人都可能经历某种困难或危险的处境, 从而体验到不同程度的焦虑。 假如让一个城市里的孩子去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那么他会恐惧, 因为他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就算草原上根本没有危险, 他还是会这样觉得。 事实上, 就算真的有危险存在, 我们也应该用勇敢的心态来面对, 而不是让恐惧将我们控制。 集中注意力排除恐惧, 不必过多在意自己留给别人的印象, 安慰自己, 就像自己不会去过分关注别人一样, 别人也不会过分关注自己。 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现在应该做的事情上, 比如, 当正在工作时, 我们就不用过分担心老板会怎么看待我们, 同事会怎么看待我们, 而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 在自己过分恐惧时, 不妨问问自己, 再坏能坏到哪里去呢? 最糟糕的结果会怎样呢? 如果最坏的结果我们能够承受, 那就没有必要恐惧了。 例如失业了, 又能怎样? 还可以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不至于活不下去? 这样就可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了。 努力发现自己的特长和优点, 并加以开发, 使自己有超出他人的地方, 从而获得自信。 这样在不知不觉间, 恐惧就会远离我们, 直到消失。 同时, 我们要进行自我激励, 不断地对自己说, 没什么可恐惧的, 我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好。 自我激励就是鼓励自己做出抉择, 并且采取行动。 自我激励能够提供内在动力, 比如本能、 热情、 情绪、 习惯、 态度 或想法等, 这些都能够使人行动起来。 经常主动接触自己所惧怕的事物, 在实践中了解它, 认识它, 适应它, 习惯它, 就会逐渐消除对它的恐惧。 例如恐高的人多去爬山, 怕水的人经常去游泳, 害怕动物的人勤与动物接触。 平凡地接触后, 我们最初的恐惧心理自然会减弱。 把注意力从恐惧对象上转移到其他方面, 以减轻或消除内心的恐惧。 例如要克服在众人面前讲话的恐惧心理, 除了多实践多锻炼外, 每次讲话时, 都要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听众的目光、 表情上转移到讲话的内容上, 再配合没什么可怕的等积极心理的暗示, 心情就会变得比较正经。 说话也能够轻松自如了。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请记得一定要分享。 下一集我们将会进入本书的第四部分, 拒绝拖延。 怕, 有什么可怕的?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 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倩, 由评歌为您播讲。 第十七集, 无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重要的是, 开始后就不要停止。 勇敢的精神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元素, 因为人类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需要勇气作为先导。 心理学家M.斯科特·派克说,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你真实地付出, 就会发现许多门都是虚言的。 微小的勇气能够完成无限的成就。 如果你与生俱来就有勇气这种品性, 那么值得祝贺。 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这种品格, 那么应尽快培养, 你的生命很需要它。 结合并晚期的威灵顿将军问医生, 我还能活多久? 医生说, 精心护理还有几个月的生命。 威灵顿感慨地说, 与其死在这里, 不如战死沙场。 他离开医院, 重归部队, 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 战争中他负了伤, 不得不切除一片肺液, 他反而因此多活了几年。 命运常常如此, 有勇气的人不会轻易被命运打败。 一个不敢冒险的人, 就像一位害怕雨雪风霜, 而不敢播种的农夫。 结果虽然一无所失, 却也一无所得。 这样的人在回避困难的同时, 也失去了收获财富的机会。 其实, 风险往往与机会同行,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冒险。 走得最远的, 是哪些愿意去做, 愿意冒险的人。 记住, 从现在起直至胜利或牺牲, 我们要永远无畏。 这是巴顿将军说过的一句话, 想成功少不了胆量, 也少不了勇气。 一个永不丧失勇气的人, 是永远不会被打败的, 因为他坚信风雨过后就是阳光。 在现实生活中, 许多事情都需要勇气做支撑, 放弃需要勇气, 拒绝需要勇气, 尝试需要勇气, 冒险需要勇气。 一个人如果缺乏勇气, 就失去了承担责任的基础, 就只能活在他人的庇护之下, 无法面对人生的压力和挑战。 勇气并非开玩笑的事情, 只要为之屈服一次, 就会接二连三地屈服下去。 既然最终所承受的麻烦, 不会比最初少, 那还不如在一开始, 就解决好。 由于很多人心中缺乏应有的勇气, 所以这个世界上充斥着许多软弱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中有那么多不良的风气和不幸的遭遇。 其实, 每个人都应该勇敢一点, 在生活中表现出自我最真实的一面, 不要以虚伪的面孔生活。 勇气并不是在成就事业的时候表现出来, 而是存在于, 平常的生活中。 人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容易产生畏惧感, 所以, 我们要通过不断提高知识能力水平来培养自己的勇气, 如运动能力, 语言能力, 交际能力, 歌唱能力等。 同时, 我们还应当在任何时候, 任何条件下都要敢于面对现实, 因为勇气不仅表现在不怕困难, 敢于斗争, 而且还表现在敢于面对错误, 失败和陌生的环境。 犯的错误要敢于承认和改正, 失败了要敢于再尝试, 对任何事情都要无所畏惧。 成长锦囊 没有人天生就是勇者, 只有在经历了风雨之后才能获得勇气。 想要拥有勇气,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就是, 别丧失信心。 即使经常犯错或者失败, 也要告诉自己, 我是最棒的。 第二就是, 对自己要有信心。 当面对新环境时, 详细了解新环境的情况, 学会适应新环境的方法, 勇敢地面对。 第三就是, 学会欣赏自己。 能够欣赏自己的所作所为, 才会更好地接受自己, 增加自信。 各位听众, 本集播剿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请记得一定要分享。 下一集我们的主题是, 取到等一等之路, 常驻永不知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 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茜, 由评歌为您播讲。 第十八集, 取到等一等之路, 寻常, 永不入世。 理想和现实并不遥远, 如果下定决心立刻去做, 就能抓住机会让希望实现。 拖延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还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那些遇事拖延的人只会让自己处处陷入被动, 即便机会到了面前, 他们也抓不住。 所以, 机会出现的时候, 给自己五分钟的思考时间, 想好了就去做, 不然机会就会白白溜走。 一个参观者观看众神的雕像, 他看到了众多神像中有一座长发遮住脸庞, 脚上长着翅膀的雕塑, 就问雕塑家, 这是哪位神? 机会之神? 雕塑家说, 他的脸为什么被长发遮着? 因为人们几乎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降临。 他的翅膀为什么长在脚上? 因为他瞬间就会飞走, 一旦飞走, 人们就再也看不到他了。 机遇难求, 没有努力才能换来机遇, 只要能够让自己诚心地对待生活, 我们就能把握住悄然来到的机遇。 总有一些人, 他们有机会, 却没有紧紧地将其抓住, 可也有很多人, 他们牢牢地把握住了每一次机会, 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价值。 每一个人都应该在平日的生活中 积累各种各样的经验和知识, 从而让自己的能力得到提升。 霍桑带着一个来自塞勒姆的朋友, 一同去朗费罗家做客。 吃完饭之后, 他的朋友讲述了一个故事。 听了那个故事, 朗费罗问霍桑, 你能把这个故事借给我写一首诗吗? 如果你不打算以它为题材构思小说的话。 最终, 朗费罗写成了 伊凡吉林。 机会总是来得毫无征兆, 而且稍纵即逝。 有敏锐直觉的人, 更容易把握机会。 机会从不会敲第二次门, 我们应当时刻准备着, 在其第一次敲门的时候, 就将其捕获。 谈到成功的经验,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认为, 渠道等一等之路, 常走路, 永不知事。 在追求事业的旅程中, 有时稍一疏虎, 就地观望, 果足不前, 就有可能与机遇失之交臂。 英国诗人布莱克的一首诗中, 写出了时机即时的特性。 如果在时机成熟前强摘时机, 你无疑将撒下悔恨的泪滴。 一旦把成熟的时机错过, 无尽的痛苦将使你终生哭泣。 机遇是稍纵即逝的火花, 一旦失去, 再要拥有它就不容易了。 因此, 对于每一个人而言, 时机都显得至关重要。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或者你喜欢评哥哥, 都要记得分享。 下一集我们将会说说, 如果真想做一件事, 全世界都会帮你。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茜 由评歌为您播讲。 第一部分 克服自卑 输不丢人 怕才丢人 第一集 相信自己便无所畏惧 决心就是力量 自信就会成功 拥有自信的人 相信自己能够完成 即将来临的任务 认为自己比一般人出色 并实时展现出这种出色 有信心的人 可以画渺小为伟大 画平庸为神奇 你可以仰慕别人 但绝对不能忽略了自己 你可以相信别人 但首先最应该相信的 就是你自己 一个士兵在给拿破仑 送信的途中 战马不幸累死 拿破仑接到信后 吩咐他骑自己的战马 将回信送回 这士兵面对拿破仑 装饰得十分华贵的坐骑 自残行贿地说道 将军 像我这样平庸的士兵 不配骑这样高贵的骏马 拿破仑却坚持让他骑 他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是法兰西士兵不配享用的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像这位法国士兵一样 缺乏自信 这是造成他们不思进去 原地踏步的主要原因 自卑是心灵的腐蚀剂 自信是心灵的发动机 自卑的人 看不到自己的优点 总是将不可能三个字挂在嘴边 实际上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不甘平庸 就要摆脱自卑和自我怀疑的心理 这样 你就能渐渐摆脱 容易自责和抱怨的习惯 信心可以让草根变成伟人 当美国还在内战中消耗力量的时候 林肯自信地站出来 说他能够让内战结束 结果他真的做到了 甄德出身平凡 他用自信领导了法国军队 诸如拿破仑 路德 韦斯利 于果 比斯麦等伟大的人物 他们从前不过都是无名小族而已 凭借超凡的自信 最终成为众人皆知的伟大人物 自信是一种拥有生命力的品质 一旦他有了生命 就会顽强地生长 积蓄起强大的力量 最终让人走向成功 而萎靡不振 会让人节节败退 最终让坏情绪 将自己吞灭 当我们相信某件事不可能做到时 大脑就会为我们找出种种做不到的理由 当我们真正相信某件事确实可以做到时 大脑就会帮我们找出解决的各种方法 永远做一个不向现实妥协的叛逆者 就会是无数个不可能变成可能 这就是自信的力量 认清自己的想法 有时候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想法 而不是我们想什么事情 人的自卑心理来源于心理上消极的自我暗示 即我不行 哲学家斯宾诺莎说 由于痛苦而将自己看得太低 就是自卑 悲观者往往会有抑郁的表现 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消极的 先要改变戴着墨镜看问题的习惯 这样才能看到事情乐观的一面 逝者当众发言 许多有才华的人 无法发挥他们的长处参与到讨论中 他们并不是不想发言 而是缺乏自信 不论是赞扬还是批评 该说的时候一定要大声说出来 提高自信心的一记强心计 就是语言能力 一个人如果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清晰 明确地表达出来 那么他一定具有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心 加快自己的走路速度 通常情况下 一个人在工作情绪上的不愉快 可以从他松散的姿势 懒惰的眼神上看出来 心理学家指出 改变自己的走路姿势和速度 可以改变心理状态 那些表现出超凡自信心的人 走路的速度大多比一般人要快一些 从他们的步伐中 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信息 我自信 相信不久之后我就会成功 所以 试着加快自己的走路速度 说话时一定要正视对方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和对方说话时 眼神朵朵闪闪就意味着 我犯了错误 我瞒着你做了别的事 一接触到你的眼神就会穿帮 这是不好的信息 正视对方就等于告诉他 我非常诚实 光明正大 我告诉你的话都是真的 我不心虚 想要你的眼神为你工作 就要让你的眼神专注 这样 不但能增强自己的信心 而且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 不要顾忌 大声地笑 笑可以使人增强信心 消除内心的惶恐 还能激发出自己战胜困难的勇气 真正的笑不但能化解自己的不良情绪 还能够化解对方的敌对情绪 不要一味地模仿别人 而要展示自己的个性 不但要宣扬个性 还要推销个性 学会去同存异 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 回避人所共有的通信 成功的人 从来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有一点 是所有成功的共性 即拒绝模仿 踩着别人的路抵达的目的地 永远是别人的地盘 只有另辟蹊径 才能通往自己的王国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请记得一定要分享 下一集我们将会说说 若想走出命运的迷宫 要先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宝藏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倩 由品歌为您播讲 第十九集 如果真想做一件事 全世界都会帮你 仙人一步者总是容易获得成功 面对机会时 他们从不犹豫 从不拖延 他们有一个行动准则 无论什么事 只要接手 就立即开始行动 机会很重要 人们对机会的反应 同样重要 当机会来临时 反应敏捷的人 会先人一步抓住机会 因为机会不等人 稍纵即逝 有三个人在一条道上走 前进的方向一样 迈步的速度也差不多 忽然 他们发现前方地上 有一个闪亮的东西 发出金灿灿的光 是金币 三个人头脑中 同时蹦出这个想法 其中一个人 眼神凝固在了金币上 另一个人大叫一声 金币 第三个人 一个见不上前 俯身把金币捡起物在手里 摆在三个人面前的 明明是一样的机会 但只有第三个人 拿到了金币 因为他行动快 生活中机遇不少 但不能立即通过行动 去抓住机遇 就相当于 没有发现机遇 认定一件事情 就要以最快的速度 付诸行动 否则再好的想法 不去实施 一切都是妄谈 每天都有很多人 把自己的新构想 取消或者埋葬 因为他们不敢执行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些构想 又会回来折磨他们 这样的人 很难有大的发展 果断采取行动 才有成功的可能 英国总指挥 拉尔总督 驻扎在特拉华的时候 在某次打牌的间隙 收到一份内容为 报告华盛顿军队 进攻特拉华的情报 但是 当时正在打牌的 信头上的总督 没有看信件 顺手把他放在了 上翼的口袋里 等牌局结束 他打开信封看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他赶忙集结军队 但是华盛顿的军队 已经来到了门前 他和他的部下 都成了阶下球 速度决定成败 几分钟的延迟 就会造成 无法弥补的损失 只有行动 才能让计划变成现实 一张地图 无论内容多么详实 比例多么精确 也不可能带着 主人周游列过 严明的法规条文 无论多么神圣 若不实施 就不可能防止 罪恶的滋生 凝结智慧的宝典 不付诸行动 就不可能缔造财富 只有行动 才能使地图 法规 宝典 梦想 计划 目标 具有现实意义 有想法就行动 行动才能发现机遇 才能发现自己的构想 与实现的距离 没有行动 就无法检验你的想法 就无法寻找到发展的契机 我们处在多变的时代 机遇应该在变动中追求 所谓以变质变 就是这个道理 那些创业大师 都是经典的冒险家 他们知道行动 才会发现神秘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速度就是优势 有60%的把握在行动 获得的是巨大的利润 有80%的把握在行动 获得的是平均利润 有100%的把握在行动 一切行动都会被淘汰 现在已经从大鱼吃小鱼 转变为快鱼吃慢鱼的时代 速度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无数人都盯着同一个市场 如果你不立即行动 马上就会有人节足先登 只有快速行动 才能捕捉到伤机 果断并不等于轻率 有人认为 果断就是快速做出决定 实际上 对于行动的方法和结果 为加充分的考虑 就仓促做出决定 并不是果断 而是轻率 冲动和冒失的表现 必须把果断和武断加以区别 有的人刚愎自用 自以为是 遇到事情既不调查研究 也不深思熟虑 就说一不二地定下来 贸然行事 从表面上看 好像是很果断 实际上是蛮干 迅速行动并不排斥 深思熟虑和虚心听取 别人的意见 事实上 正是因为多想多问多商量 才使得人们对事情更有把握 从而更加果断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或者你喜欢评哥哥的播讲 请记得一定要分享 下一集我们将会说说 生活就是行动 不行动等于死亡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倩 由评哥为您播讲 第二十集 生活就是行动 不行动等于死亡 一个人想要出类拔萃 实干与能力 缺一不可 如果两者兼备 就会取得显赫的声誉 没有能力的实干者 要比那些有能力 却不实干的人 大有作为 实干能够创造出业绩 使人出人头地 一个人假如只是 心中空有某些想法 却不用实际行动 将其实现 那他的期待 也只是空想 不会变成现实 因此 除了要有期待之外 人们还必须用行动 来为自己的期待奋斗 直到最终成功 生活中有很多人 他们总是在做工作的时候 幻想着自己能够在 另外一个工作岗位上做事 结果往往是 他们手头上的工作 没有做好 也永远不可能 得到另一份工作 这种期待 这种期待与行动的 背道而驰 会让人们的未来 变得更加迷茫 有什么样的期待 就需要用 什么样的实际行动 来将其实现 只有这样 期待的力量 才能更有效地 发挥出来 踏实肯干的人 总是早早行动 如果你想成就一番事业 在确立远大的目标之后 就要静下心来 认认真真脚踏实地地 做好该做的事情 在通往成功的路上 不要梦想一步登天 如果基础不扎实 奋斗目标就无异于空中楼阁 所以 真正聪明的人 懂得一步一个脚印 用自己的行动 构筑成功 一般人认为 完成分配的任务就可以了 但这远远不够 要想取得成功 必须做得更多更好 记录问题 不仅可以留待日后 找出好的解决方法 还有一项效用 当我们把问题 详细记录下来之后 由于不必担心忘记它 便能很放心地 把它暂时从记忆中 完全撤离 把脑子清理出 一大片的净土 如此才得以安心地 全力去做另一项工作 否则 虽然是搁置问题 但因为无法暂时遗忘 而心有旁骛 做起其他事来 也有效率不张 事倍功半的后果 成长锦囊 切实执行你的创意 以便发挥它的价值 创意再好 不去落实 永远没有收获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 培养积极行动的习惯 第一就是 不要等到万事俱备以后 才去做 永远没有绝对完美的事 一旦发生问题 就立刻解决 第二就是 用行动来克服恐惧 同时增强你的自信 怕什么 就去做什么 你的恐惧 自然会立刻消失 第三就是 实时想到 明天下个星期 将来之类的句子 跟永远不可能做到 他们意义相同 我们要变成 现在就去做 这样的人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请记得一定要分享 下一集 我们将会说说 永远没有准备好 这回事 现在就放手去做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 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茜 由品歌为您播讲 第二集 若想走出命运的迷宫 要先找到自己 独一无二的宝藏 一个人一生中 唯一的限制 就是他内心的那个限制 想要最大限度地 开发自己内在的潜能 就需要真心付出 只有付出才会推开 众多虚眼值的潜能之门 很多时候 困难和阻力 都被我们在心中放大了 好像一块拦路石 拦在我们通向成功的路上 但只要突破了 自己内心的限制 就能够战胜困难和阻力 达到人生的最高峰 许多人直到年老 才爆发出能量 做出成绩 激发他们潜能的 或者是一次演讲 或是聆听一席 富有感染力的话 或是看了具有说服力的书籍 或是朋友传递而来的 真挚的鼓励 等等 朋友的鼓励是很重要的 对于人的潜能激发 往往具有非常大的作用 从未发现自己的潜力 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正如一位作家所说 一脚硬币和二十元钱 如果沉在海底 毫无区别 它们的价值区别 只有在你将它们捞起 并使用时 才会显现出来 同样 只有当你深刻地认识了自己 并发挥出自己 无穷的智慧时 你的价值和才能 才会体现出来 很多人不敢追求成功 不是因为他们追求不到成功 而是因为他们默认的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常常暗示自己 成功是不可能的 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心理高度是人 无法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 上帝在每个人的体内 都植入了一颗神奇的种子 它巨大的能量 能让我们完成几乎一切艰难的任务 因此 不要自我设限 把自己框定在特定的范围内 只有打破限制 我们才能有所超越 马歇尔在戴维斯的小店里打工帮忙 这戴维斯告诉马歇尔的父亲 他没有经上头脑 你还是把他领回去 教他一些农活 或者是为他另谋生路吧 被辞退的马歇尔 只好离开戴维斯的小店 前往芝加哥 到了芝加哥后 他的眼界开阔了 内心的斗志也被唤醒 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 他告诫自己 别人能做到的 我只要努力 也一定可以做到 马歇尔日后的成功 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 马歇尔并非没有经商潜能 而是戴维斯的小店 无法激励出他内在的潜能 人到了一定的阶段 融入一定的环境之后 才能够将自身的潜能 发挥出来 创造价值 美国西部的一座城市里 有一位特别的法官 他前半生不识点墨 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工价 但在60岁的时候 他成了那座城市里 最大的图书馆的主人 这位法官能够有这样的成就 完全得益于他偶然听到的 一场有关于教育的价值的演讲 那次演讲的内容 激发了他的远大抱负 唤醒了他内在隐藏的才能 他希望能够帮助别人 接受教育 获得知识 让别人同他一样 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 只有努力认识自己的人 才会挖掘出 具有自我特色的潜能 羡慕会导致 无知的模仿 无畏的嫉妒 或者受到激励 向更高境界攀升 但后一种情况 所占比例甚小 前面两种情况 都容易导致自信心的丧失 以及由此引发的忧郁 无论是在工作中 还是在生活中 我们都不要总把目光投向外界 外界的风光再好 也不是自己的 若想走出命运的迷宫 要先找到自己 独一无二的宝藏 一个体力很一般的人 在经过催眠后 竟然变得力大无穷 几个人将他的头和脚 放在两把椅子边上 让他的身体悬空 然后六七个人踩在他身上 站起来 而他竟然 纹丝不动地支撑着 这就是人体内的潜能 被激发出来后 所产生的奇迹 如果这个人醒着 他肯定无法做到 但他在被催眠的状态下 竟然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潜能 是人身体内 永远不会丢失 不会被腐蚀的东西 潜能一旦被唤醒 即便是最卑微的生命力 也能够发挥出 强大的能量 拿破仑在谈及手下大将 马赛什说 他的真面目 在平时根本显现不出来 但当他看到自己的士兵 死伤无数 尸体堆积如山时 他潜在的能量 就会完全爆发 他奋勇杀敌的样子 简直像个魔鬼 人性中有潜在的能量 潜伏在生命的最深处 普通的小刺激无法唤醒他 他真正的力量 也因而很难被发掘 但是 当人们被无情地 侮辱 嘲笑和欺凌时 这些潜在的能量 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从而可以刺激人 做出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来 将自己内在的潜能释放出来 是许多人的成功秘诀 这些知道自己潜能所在的人 总是能够找到自己的出路 那些模仿他们表象之人 并不会受到欢迎 尤其是那些 还走在守旧轨道上 没法打开新局面的人 早晚会被世界抛弃 如果你想让自己获得成功 就需要开发 潜藏在你体内的才能 勇气 决心 还有其他优秀的品质 成功属于那些 勇于拓展自己潜能 和勇往直前的创新者 属于那些敢于尝试 新鲜事物的人 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行事 激发自己的潜能 开创新的局面 才能够成为新的开辟者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请记得一定要分享 下一集我们将会说说 要看清自己 而不是看清自己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茜 由平哥为您播讲 第三集 要看清自己 而不是看清自己 第一个清是清楚的清 第二个清是轻重的清 要看清自己 而不是看清自己 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 比我们已经做了什么事情 重要得多 假如我们对目前所做的事情 还不完全了解 或者说我们不能清楚地确定 自我的选择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 是否是合理和正义的 那么在此刻就果断地放弃 聪明的人只要能认识自己 便什么也不会失去 正确认识自己 才能使自己充满自信 才能使人生的航船 不迷失方向 正确认识自己 才能正确确定 人生的奋斗目标 有了正确的人生目标 并为之奋斗终生 才能此生无憾 即使不成功 我们也会无怨无悔 一个人成就的大小 在某种程度上 取决于自己对自己的定位 定位是对自己的期盼与要求 一个人能否给自己正确定位 将决定其成就的大小 有志攀登高峰的人 不会永远在低谷徘徊 而甘心做奴隶的人 永远不会成为主人 人生的目标贯穿于整个生命 我们在工作时所持的态度 使我们与周围的人区分开来 日出日落朝朝暮暮 它们使我们的思想 或者变得更加开阔 或者变得更加狭隘 使我们的工作 或者变得更加高尚 或者变得更加低俗 那些看不起自己工作的人 往往是被动适应生活的人 他们不愿意奋力崛起 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 三个工人在砌一堵墙 有人过来问 你们在干什么 第一个人没好气地说 没看见吗 砌墙 第二个人抬头笑了笑 说 我们在盖一栋高楼 第三个人边干边哼着歌 他的笑容很灿烂 我们正在建设一座城市 十年后 第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工地上砌墙 第二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画图纸 他成了工程师 第三个人 是前两个人的老板 三个同样起点的人 对相同问题的不同回答 显示了他们不同的人生定位 想得最远的 走得也最远 没有想法的 只能在原地踏步 很多时候 人生重要的不是所占的位置 而是努力的方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 一些人擅长做某些事 另一些人擅长做另外一些事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天赋有所认识 那么他离成功已经进了一大步 即便你还没有真正看到自己的天赋是什么 只要不断地努力和尝试 你也终将会发现自己的天赋 成为杰出人士 在深入了解工作特点之后 培养兴趣 对问题的一知半解 很容易使我们陷入困惑之中 只有对问题深入研究和了解之后 才会产生兴趣 对一些人来说 数学是一门比较枯燥的学科 不过是数字符号堆砌起来的脑人的魔术而已 对于真正了解它的人而言 数学则是一门艺术 是世界上最美妙最严谨的艺术 这就是泛泛了解和深入研究的区别 成长锦囊 为人生定位 就是要找好自己的方向 然后全心全意地在这个方向上发展 做人生定位 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 第一个就是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有了兴趣 你就会主动投入 思考工作中碰到的任何难题 第二就是潜力 当你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时 千万不要就此停止 要有意识地给自己施加压力 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 第三就是环境 在进行人生定位时 一定要好好选择志同道合 有能让你学习的优点 能给你帮助提高 给你慰藉交流的朋友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请记得一定要分享 下一集我们将会说说 即使不是金子是块铁 也要发出铁的光芒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倩 由品歌为您播讲 第四集 即使不是金子是铁块 也要发出铁的光芒 充分了解自己的特长 并且经营它 能使其他特长也得到同步发展 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事 那他就一定能在那个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 先认清自己的特长属于哪种类型 然后通过努力使其得到发展和提高 有的人具有敏锐的判断力 有的人具备毫不畏惧的气概 有些人的特长经常会被他们自己盲目地使用 最终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经营自己的长处能使你的人生增值 而经营自己的短处会使你的人生贬值 有的宝贝放错了地方便是废物 人生的诀窍就是找准人生定位 定位准确才能发挥你的特长 如果你没有给自己准确的定位 那么你就应该抓紧时间 坐下来全面分析自己 根据自己的特点 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位置 只有坐在合适自己的位置上 你才能得心应手 在人生的舞台上游刃有余 在生活中 假如你对自己的天赋有所察觉 那么你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就可以此作为考虑和踏板 譬如说 你发现你在做木工活的时候 比较熟练 那么就选择去当木匠 若是你发现自己对医学的东西感兴趣 那就去当医生 很多案例告诉我们 一个人若是能够秉承自己的兴趣 去从事某项工作 那么他成功的概率就高很多 虽说拥有自己的事业 并不是容易的事 但是想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有所成就 更是难上加难 一个整天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的人 不可能体会到工作的快乐 1888年 银行家李凡莫顿先生 成为美国副总统的候选人 他当初是一个卖部商人 后来转战银行业 并且成为鼎鼎大名的银行家 问及他转行的原因 他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我之所以转行 是因为我看到爱莫生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 如果一个人拥有一种 为他人所需的特长 无论他到哪里 都不会被埋没 每项工作对工作者的要求都不一样 一些工作需要勇气 一些工作需要细致观察 最简单的工作 就是只要我们勤勤恳恳 最难的工作 是要大量运用巧智 好的工作是那些 不使我们厌烦 本身有重要性 多变 且能不断自我更新的工作 受尊敬的工作 是那些包含了 最多或最少的依赖性的工作 最差的工作 是那些使我们现在做不完 将来也做不完 甚至越干越苦的工作 那些最能使你发挥所长 又能使你获得赞美的工作 才最适合你 在工作中 以实干和才华 为自己加码 才能使自己脱颖而出 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成为万众瞩目的领导 工作中的多一盎司定律 可以充分凸显 人的卓越与平凡 如果你每天只顾勤勤恳恳 做一个合格的职员 那么虽然你同样干了很多工作 可你并不卓越 也无法显露才华超绝的一面 如果你主动展露头角 并且保持风度翩翩 你的人生 便有了质的改变 成长锦囊 规避自己的长处 而发展自己的短处 难以获得成功 成功者的普遍特征之一就是 他们由于专长 从而在一定范围内 成为不可缺少的人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 第一 从生理看优势 例如幼耳朵较长的人 在数学 物理学等精密科学方面 会有所作为 第二就是 从兴趣看优势 人们的兴趣所在 往往就是其优势的闪光点 第三呢 就是从行为看优势 表现为 对某些知识一点就通 容易入门 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强 热情长久不衰 从性格看优势 不同性格的人 具有不同的优势 比如感性者 就更适合从事 与艺术有关的工作 每个人都可以走上成功之路 关键在于 能否发现自己的优势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一定要分享 下一集 我们将会进入 本书的第二部分 走出迷茫 跌跌撞撞不可怕 可怕的是 心中没有方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 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倩 由评歌为您播讲 第五集 漫无目的的徘徊 比停滞更可怕 方向错了 再怎么努力 也只是在做无用功 为了求生存 求成功 我们必须在杂乱中 建立秩序 找出正常的步调 确定正确的努力方向 如果没有方向 就只能停滞不前 或者做无用功 永远到不了目的地 并不是付出就能有回报 关键在于我们选择了什么 选择什么 我们就会得到什么 如果什么都想选择 那么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没有比漫无目的的徘徊 更令人无法忍受的了 这是河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一句智里名言 方向是最重要的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啊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都做着毫无方向的事情 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 这种没有方向的人生 注定是失败的 还未被磁化过的针 会指向各个方向 一旦他们靠近磁铁 获得特殊的力量之后 便会指向北方 从此以后 一直坚定不移地指向北方 同样一个人先要确定自己的人生行向和工作目标 这样他才会专注于某个方向 如果长时间从事一项事业 但是你一点希望也看不到 那么坚持不再是好的做法 而是要停下手上的工作 考虑你的选择是否适合自己 寻找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相结合的地方 看自己的方向是否正确 没有必要在不适合你的岗位上虚度人生 正确的选择比坚持更重要 很多人一生都在为不适合自己的工作 努力奋斗 虽然每天兢兢业业 忙忙碌碌 却一事无成 因为那个工作本身并没有让你的才能得到发挥 你也就只能过着平庸的生活 人的一生很短暂 有限的精力使人不可能方方面面都能顾及 而世界上又有那么多炫目的精彩 这是放弃就成了一种大智慧 放弃其实是为了得到 只要能得到你想得到的 放弃一些对你而言并不是必须的事情 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在那些因为做自己并不擅长的工作 而无法取得巨大成就的人中 不乏做事认真 完全具备成功前置的人 但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放弃耕种已久 但仍然荒芜的土地 也没有勇气开辟新的沃土 所以他们整日将自己的宝贵时光 浪费在不能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作上 虽然他们明明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并不适合自己 但仍然不思改变 宁愿在做鞋的行当中 做到拿破仑的地位 宁愿在清洁的行当中 做到亚历山大的地位 也不要选择从事自己根本没有兴趣的工作 否则你的一生都将平庸 就拿在商店里当售货员的人来说 假如并不喜欢这份工作 那么在接待客人的时候 就没什么热情 而这种冷漠的态度 也会让客人不高兴 这自然就做不出好成绩 生活中有很多人总会发出 我也很努力 但就是做不到最好的感慨 有的人会指责说这话的人 还是工作态度有问题 不然真努力工作了 岂有做不好之理 但事实上 并不是这些人不够爱岗敬业 而是职业本身并不适合他们 换言之 要想真正把工作做得得心应手 就要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 如果发现原来的方向选错了 那就要毫不犹豫地放弃它 寻找属于你的正确方向 向着标杆直跑 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终点 如果你发现自己现在所走的路 并不适合自己 那就要赶紧调整前进的方向 不要担心来不及 如果你一直有这样的顾虑 那才真正丧失了大好时机 当你确实发现自己真的走错了方向时 最好先静下来想一想 然后再去努力寻找新的机会 在新的领域里重新开始 立志有所作为 当你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世界也会为你让路 那些明知自己走错了路 有前怕狼后怕虎的人 只能是徒自空探 虚度一生 人生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坚强的毅力 毅力和坚持只有在正确的方向上 才会有用 在必败的领域 毅力和坚持只会让人南辕北辙 输得更惨 大多数情况下 需要有能分辨方向的智慧 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可是成绩仍不可观 这就是弄错了方向 自己不擅长的事 想做好一定很难 所以做事之前 一定要选对方向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一调分享 下一集我们将会说说 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茜 由评歌为您播讲 第六集 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 希望是生命不洁的原因所在 是引爆生命潜能的导火索 是激发生命激情的催化剂 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 每天都活得生机勃勃 激情澎湃 即使身处逆境 他也不会叹息和悲哀 不会把生命浪费在抱怨上 成功的意愿能够激发人的潜能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每个人都有潜能 当抱着必胜的信心去迎接挑战时 我们就会挖掘出连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潜能 如果没有成功的愿望 潜能就会被埋没 即使有再多的机遇等着我们 我们也很难把握住这些机会 对自己说 我能行 心理暗示有积极和消极之分 成功心理 积极心态的核心就是 自信 主动意识 或者称作积极的自我意识 而自信意识的来源和成果 就是经常在心理上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 消极心态 自卑意识 就是经常在心理上暗示 而不同的心理暗示 也是形成不同的意识与心态的根源 心态决定命运 正是以心理暗示决定行为这个事实 为依据的 经常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 你会发现事情变得容易多了 美好的明天不会无缘无故的到来 它需要我们具备真正的力量 坚决的意志 稳定的情绪 和恒长的信心 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围绕一个 真正的理想 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 一定要坚持理想 持之以恒 一个人若要取得成功 关键在于他想不想成功 有时候 欲望的作用是无价的 成功的人拥有相同的特质 他们都拥有强烈的成功欲望 如果说梦想是迈向成功的方向 那么欲望就是迈向成功的燃料 欲望越强 产生的动能就越强 越能克服困难 获得成功 未来或远或近 或有或无 或光明或黑暗 在于我们的内心 是否对未来充满希望 假如一个人认为自己不行 那么他永远都不行 假如觉得自己有能力 并且付诸行动 那么他一定能够成功 试想 一个整天沉浸在悲观情绪中的人 又怎么会去开创属于他的未来呢 消极的情绪不能为他带来前进的力量 他只能继续沉沦下去 只有有了成功的意愿 才有成功的希望 成功来源于你是想要还是一定要 如果仅仅是想要 可能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如果是一定要 那就一定有方法可以得到 不断强化成功的欲望 让自己像一只剑 在一张拉满弓的弦上发射出去 满怀冲劲 锐不可挡 拥有成功的梦想 是一笔最大的财富 无论你现在是富裕还是贫穷 它都能成为你乘风破浪之番 没有精美的笔记本 我们可以在简单的纸张上 写下一道道数学题的答案 没有昂贵的油彩 我们可以用铅笔勾勒出 一幅幅美丽的素描 不要让梦想 因为客观条件不尽如人意而搁浅 没有人天生窘困 把握自己 运用你的感觉力量 那些看似遥远的梦想 就会成为现实 只有渴望成功 才能有成功的机会 没有成功想法的人 永远得不到成功的垂青 如果努力是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那强烈的成功欲望 便是努力的原动力 任何人都不想在穷困潦倒中度过一生 要想改变这种状态 就要改变自己的想法 只有在内心产生一种成功的愿望 并让这种愿望时时刻刻激励着自己 才能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 不断前行 对自己不抱希望的人 成功的希望很渺茫 他们时常埋怨命运的不公 认为性病属于别人 恶运属于自己 成功属于别人 失败属于自己 他们关注的焦点总是在厄运和失败上 成功又怎么会光顾他呢 一个人期待自己的样子 就是他将来的样子 任何人都无法超越自己的思想 谁都无法变成和自己一致不一致的人 除非他改变自己的思想 经常留一些愿望最后实现 这样就不会对生活产生不满 如同身体需要呼吸一样 我们的精神也需要有所追求 如果你拥有了一切 那么一切都将幻化 最终会导致你的不满 即使是智者 也会留些新奇的事物 等待以后探索 这样才能满足其好奇心 希望维持着我们的生命 过度的满足 会使我们失去希望 帮助他人时 不要让他们完全满足 否则他们就会丧失追求的精神 在日常生活中 注意那些我们最希望达到的社会地位 和最想从事的职业 在内心充分地思考后 画出努力的路线图 包括朝着什么方向 和以怎样的方式努力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一定要分享 下一集我们将会说说 大目标使人干事业 小目标使人过日子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倩 由评歌为您播讲 内心期待什么 就能做成什么 我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渴望 设计人生 如果你始终觉得 自己的生活过于悲惨 并渴望构建一个 属于自己的人间天堂 那么你每天都告诉自己 我离天堂很近 很快 你就会觉得 自己真的置身于 幸福的天堂了 我们的生活总是 跟着内心变化 内心的期许经过努力 就会变成手中的现实 既然如此 我们当然要将事情 往好的方面想 所有伟大成功的出发点 都是设定明确的目标 很多人之所以失败 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 也就从来没有踏出第一步 目标十分重要 它不但能调动我们的积极性 而且还能引导我们的人生 不能抱持正确目标而奋斗的人 不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么 总是茫然的左顾右盼 最终错过通往成功的列车 你要攀到人生山峰的更高点 必须要有实际行动 首先要做的是 找到自己的方向和目的地 如果我们想要使生活有突破 到达一个新阶段 首先要设定目的地 这样人生之旅才会有方向 远见不是让我们得到什么东西 而是引导我们去实施行动 心中有了目标 就可以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 把每一次成功都作为跳板 每一次都跳得更高 更远 大目标使人干事业 小目标使人过日子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区分了两种人 即 吃饭是为了活着的人 和活着就是为了吃饭的人 有明确目标的人 生活必然充实有劲 绝不会因无所事事而无聊 目标能使人不沉沉于现状 激励人不断进去 能引导人不断开发自身的潜能 去摘取成功之关 有目标的人 会有一股巨大的无形的力量 将自身与事业有机的合为一体 能想多远 就可以走多远 没有想法的人 只能在原地踏步 任何想要获得财富的人 都应该准确定位自己的终极目标 并且像做算术题一样 规划好每一步的位置 发家致富 也可以像1加1等于2一样确定 别被20年大计吓倒 好好写下来 修改是难免的 制定计划是件愉快的事 而非一项任务 如果你的计划是一串上升的数字 你很快会对它产生兴趣 如果短期计划超过了三个月 你会对它丧失兴趣 把它分散成单项 然后逐一在三个月内完成 你只有在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后 才能实现目标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本集内容 记得一定要分享 下一集我们将会说说 起点 不会决定人生的终点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怕就会输一辈子 作者 奥里森马登 翻译苏倩 由评歌 为您播讲 第八集 起点 不会决定人生的终点 起点可以影响结果 但不会最终决定结果 决定结果的是我们自己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也无力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 但可以改变自己的思想和性格 当遇到挫折时 你可以让自己屈服 从此放弃努力 干预过平庸的生活 也可以坚忍不拔地走下去 最终获得充实而卓越的人生 只有改变自己 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 把握自己的人生 即使一个人的家庭环境 所提供的地位处于天堂 他也必须先降到凡尘大地 从头开始 以平生之力 练就自行自利的能力 不管怎样 他终将独自步入社会 参与竞争 他会遭遇比家庭生活 复杂得多的生存环境 随时都可能出现 或面对自己 无法预料的难题与处境 他不可能随时动用 家庭提供的生存支援系统 而必须靠顽强的自利精神 克服困难 坚持前进 无论一个人的生命是开始于贫瘠之地 还是富贵之乡 我们的生命中都潜藏着独特的天赋 这种天赋就像金矿一样 埋藏在我们平淡无奇的生活中 那些总是仰望别人 而看不到自己的人 永远挖掘不到自身的金矿 因此 只要坚信自己会成功 你就能成功 人生有很多坎坷 每一个岔路口都预示着不同的命运 无论发生什么 都又按照自己的既定目标 一如既往地走下去 牢记自己的目标或者使命 确信自己的日常行为 并未与目标南辕北辙 每天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从不懈怠 那么 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之地 但可以选择走怎样的路 人生的起点并不会决定命运 命运的最终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中 如果我们整日沉浸在对现状的不满中 不知拼搏 那所得的结果 也会令自己不满 既然有些现实注定无法改变 那就坦然接受它 然后在它的基础上 奋力向前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一定要分享 下一集我们将会说说 贫穷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 总是想着自己会穷一辈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